自力 你要靠着你自己的努力 第二个他力 他力那你就要靠着佛菩萨的力量 念药师佛 身体健康 可以发菩提心 念阿弥陀佛 心可以安定 去除妄念 灭无量业障 这叫他力 你现在觉得长得不够漂亮 那你要漂亮一点 他念什么 来说念 南无妙色身如来 妙色身如来 令众生外表庄严好看 自力是什么 我从今天开始不生气 修忍辱 这叫自我功德力 他力呢 念妙色身如来 那法力呢 法就叫法界缘起力 就是你要对这个法界众生 有力量 有实际的行为 那怎么样 供花 那么送漂亮衣服给别人 以后要办法 会要抢的第一个报名来装潢 让他越来越庄严 你要制造这个法力 跟法界众生引起关系 三个缺一不可 你儿子不会读书 怪谁 你也要忏悔 因为你天天打麻将 看电视 生的儿子就是不读书的儿子 子女就是父母行为的结晶体 我自己忏悔 不但忏悔 自己努力 引导儿子 那法力呢 摆文书菩萨 念文书菩萨的咒语 这些开智慧的 然后法力呢 帮助思学儿童 印经书 印好看的 对同学有帮助的 漫画书籍 那么 帮助他们开智慧 那么 这三立合合 慢慢 一切就改变了 所以各位 释迦牟尼佛的伟大 告诉我们什么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啊 人是自己生命的工程师啊 不是光现世哦 生生世世 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 学佛的伟大就在这边 佛陀真是伟大 这个人间的最伟大的革命 让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让个人成为每个人的主宰 所以佛陀常讲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佛陀经常讲这句话 那从这里面我们就了解 我们生命的缺陷是什么 我们要改造 生命的优点是什么 我们要多奉献给别人 这里面啊 我在讲一个 我最近常讲的故事 有一个国王啊 二生王 他的名字就叫二生王 有一天呢 他看到一只猫 金色毛的猫出现 然后从东北角跑到西南角 诶不见了 奇怪 怎么有这种金色猫呢 他就叫他的部下 去挖挖看 他从那个洞不见了 结果一挖 一缸的黄金 再挖两缸 三缸的黄金 哇这么多 结果再挖一下 前面还是 结果挖多少 五公里都是这样 三层的黄金 那个时候国王也不敢要啊 奇怪 这个黄金是谁的啊 埋了五公里啊 刚好我们 论医第一的 加三言尊的阿罗汉 有神通 经过那个地方 那二生国王啊 就请了 那么加三言尊的 然后啊 他说师父啊 敢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 从我皇宫外面的五公里 埋了三层的黄金 这个黄金是谁的呢 加三言尊者阿罗汉 一入定一查 跟国王讲 国王那不是别人啊 那是你自己的啦 国王说我哪有买过黄金啊 哎呀 他说国王 你不相信轮回吗 人有过去似的 我告诉你好不好 你有一事啊 做一个到山上 砍财的贫穷人啊 每天努力到山上 砍一点财啊 到山下来卖 最多卖个三毛钱 一天不错了 那么有一天 你卖完财以后 很辛苦啊 要回家的路上 刚好有一个师父 拿着一个空波啊 摆在石头上 告诉过路人说 哎 这是监牢仓库哦 这是监牢库哦 谁能够把钱放在这里面啊 你的金钱生生世世 五家抢不了 各位我们佛经说 金钱是五家共有 会不会被啊 水灾火灾盗贼啊 还有什么 王冠 不好的国王 还有一个 可能在各位的身边 败家子啊 这金钱五家共有啊 谁也拿不走 但是 这位师父说啊 谁把这个钱放在这里面啊 哎 身身世世 五家抢不走 那个时候 这位贫穷的 砍财夫啊 听了以后 起了 素式的上根根信心 啊 那个时候他想说 哎呀 师父这样讲 一定是真的 我这么贫穷 我也要来改造命运啊 他就跪下来啊 跪下来 然后把这个三毛钱 宫经了 放在玻璃里面啊 当他放下去的时候 哇 他觉得 他从做人以来 没有像经验这么快乐 原来他以前 都没有享受那种 布施的快乐 啊 所以他布施完以后 哇 他跟师父宫经 拜了三拜啊 因为我身身世世 脱离平间啊 然后 他回家 还要走五公里的路 当他走回去的时候 哇 好快乐 用笑的 好快乐的心情 走到他家门口 又朝着那一位 比丘那个方向啊 跪下来再磕三个头 这样子的宫经 然后 加塞尊者讲到这个地方啊 那个 加战也 他说 哇 你就是那一位贫穷人啊 过去是宫经三宝 所以是这一辈子 夫生做国王 做大布施 三毛钱 所以呢 变成三层黄金 你走回家 五公里的路 都怀着 布施快乐的心啊 所以 五公里都是黄金 所以各位 今天下午要回去用跳的哦 变唱歌哦 啊 我听了这么多的佛法哦 快乐啊 你把整个十兆元都变黄金铺路了 啊 那你这样快乐吗 就是要如此了 所以人家问我说 海盗法师你干嘛跑来跑去 我在铺黄金路了 呈佛大道 哪一个地方要去走一走啊 殡仪馆啊 江夏啊 啊 每一个地方要去走 而且足下踏莲花 诶 足下还念个咒语 踏到哪里啊 各位很重要哦 老头上都跟我们讲 你拜佛的时候 拜佛的时候 要全程拜 因为礼佛一拜 这个功德力 你一拜下去 佛的力量就透过你的身体展现出来 所以你一拜下去 底下那个土地啊 土地以下的全部的生命就得到超度 啊 所以各位 你拜佛的时候 最好还要学我们上传佛教 用哭的 啊 整个身体这样哭下去 活啊 那个功德力更大 为什么 身体扩大 所以身材高的人 呃 是像啊 啊 所以各位你要拜佛 你今天啊 你觉得命运很差 你赶快跑到大殿 看哪一个地方 那一块地方 拜佛最多了 就在那边拜 啊 所以每一个大菩萨 包括过去九华山 地上菩萨 他们就石头拜 那个地方加持力最大 啊 头印啊 脚印啊 都在那个地方啊 啊 那个加持力 为什么 你最虔诚的时候 所以诸佛菩萨的力量 随时都存在 就像电视的卫星 卫星的力量随时在 但是 谁愿意把它 接上线就好了 啊 就像各位的手机 打开 接上线 那么 这些全部的力量 就回来了 当你拜佛的时候 当你用嘴巴 念佛的名字的时候 当你用你的内心 念出佛菩萨 慈悲的声音 石小咒 啊 我刚刚看到后面 各位每天要念 石小咒啊 这个咒的功德力啊 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的展现 啊 那个时候啊 你就用佛菩萨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虽然我们力量不够 哦 那个人在生病 我帮他念 要失重 啊 要失佛的 啊 这种功德力 就展现在 那个人身上 啊 所以 各位呢 佛菩萨成佛的目的 就是要干嘛呢 增加自己 被利用的价值 记住啊 啊 尤其同学们 今天你们在读书啊 很认真啊 读书不是说 哦 读了大学 我可以赚很多钱 那你以这个 自私的动机 去读书的话 那功德力 就少一点了 如果说 哦 我今天好好读书 将来我可以 报效国家 奉献世界 虽然你成绩 只有在后面 但是因为你这个 动机不一样 你就比你们 班上第一名的人 功德吧 啊 修功德 不见得说 是出家 啊 我今天 所做的动机 决定一切 所以 佛教要我们 随时保持的一个 最善良的 最伟大的动机 就是什么 菩提心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成佛 度一切如母亲的众生 所以我供这个花 我供这个针 乃至我供一个谱团 今天我要拜佛 也不是为自己而拜 啊 我愿意这样拜佛 愿一切如母亲的众生 都跟我一样成佛 来这样拜下去 而且各位在拜的时候 最好加一个 观想 右边是爸爸 你在替他拜 左边是妈妈 你也在替他拜 啊 前面呢 前面是我们对不起的 过去世 乃至现世 对不起的 所谓 燕心在酒 那我们也要 好像替他拜 那么向他忏悔 后面啊 要观想啊 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我替天主教徒来拜 我替回教徒来拜 我替一切不懂的 宗教的人都在拜 然后这样拜下去 你看你一个人拜 你等于啊 领导了世界的众生都在拜 然后啊 愿众生啊 礼佛以拜 皆成佛道 要想要发起这个大信 啊 那你这个拜佛的功德 跟人家拜一万拜 哪一个功德道 你拜一拜 超过他拜一万拜 啊 因为老菩萨在拜佛一直拜 佛啊 佛啊 愿我孙子 好好读书啊 他是为这个而拜 他有一个小小的动机 但是不够广大 但是如果各位呢 哦 你把你的心发大一点 那跟你布施多少钱都没关系 所以谈到点灯啊 各位都知道 佛道的时代 阿瑟寺王子 他因为杀死了他爸爸 夜宝很可怕哦 当阿瑟寺的妈妈 韦提西夫人怀孕的时候 一怀孕啊 这个夫人发觉 他有一个很怪的倾向 很想吸他先生的血 奇怪 为什么我怀孕以后 对我的先生 冰伯沙洛王就想要吸他的血 晚上喜欢吃他 吸他的血 他忍了很久 实在受不了了 有一天就跟冰伯沙洛王说 他说啊 那么 国王啊 我一怀孕以后 为什么想要吃你的血呢 那个时候冰伯沙洛王一听 哎 我知道了 这个小孩子啊 一定是我过去所杀的众生之一啊 所以呢 又来找我报仇了 所以这个小孩子阿瑟寺是跟他爸爸也结了这个二元 跟他妈妈也结二元 他妈妈为什么会怀孕呢 因为韦提西夫人不能怀孕呢 到处去算命 算命也想说啊 你那个儿子还没死啊 死了投胎才会来投胎做你儿子啊 他现在在山上替人家算命啊 这个仙人啊 所以皇后就派两个杀手啊 去把那个仙人杀掉 那个仙人要死之前啊 如果我争取你家投胎 我一定报仇 所以 韦提西夫人一怀孕的时候啊 心情就很不好 因为怀着仇恨来投胎的 然后又想要吃他的先生 喝他的血 哇 这个小孩子还得了 所以 等他一生出来的时候啊 他们两个也觉得不吉祥 就把他 从高处把他丢下去 一丢下去 这个小孩子不该死就不该死 命大 只有手指头啊 受伤而已 那个时候两个夫妻啊 哎呀 又起个大惭愧心 想着我们两个好好的爱他 好好的疼他 来弥补我们过去对不起他 好了 两个就把他抚养了 这个就是阿瑟士王 但是阿瑟士王子后来 还是知道他的前世 为什么 提婆达多啊 各位你要知道 提婆达多神通很厉害的 但是他为什么修神通 他的动机不对 他修神通 他是希望 别人尊敬他有如佛陀一样 他是以这个不好的动机 去修那个宿命通 他看到了阿瑟士王子的过去世 哦 他机会来了 他就跟王子讲啊 我告诉你哦 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哦 因为那个时候 秉伯沙洛王是佛陀的大护法 阿瑟士王 那个提婆达多想要抢这个护法 如果国王啊 他护持我不再护持佛陀 那我就会壮大了 所以因为这样 提婆达多啊 告诉了阿瑟士王子的前世 阿瑟士王一听以后很生气啊 拿着刀子啊 要去看他爸爸 那时候好在 他旁边有一个贵人 所以每个人的命运 这个贵人是谁啊 因为阿瑟士是独生子 那么有时候 有一次小时候出去玩啊 很孤单 就看到一个小孩子被丢弃在牦草旁边 然后啊 他就跟他爸爸拼拼杀了 我说爸爸 我在皇宫好无聊啊 那个小孩子是孤儿 我们能不能把他带回皇宫啊 让他跟我一起陪伴 这个就是谁啊 祈婆 佛陀的医生啊 祈婆 祈婆是阿瑟士小时候一个赞心 把他捡回来的孤儿 结果 祈婆受到了培养 成为名医啊 好在于贵人 这个祈婆就拉着阿瑟士王子说 如果你杀死你爸爸或是你妈妈而成为国王的话 没有人会尊重你的 千万不要这样做 所以阿瑟士只好把他爸爸关在地牢里面了 关在地牢 那么他爸爸在那边受苦 但是 宾伯沙洛王被关在地牢的时候 各位请记住 一个深信因果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怪别人的 他一点都没有恨他的儿子 那么他就知道说 这是我过去世所造的一个恶业 现在业报现成了 我要一心求忏悔 愿释迦牟尼佛加持我 愿我释迦牟尼佛能够来帮我传八观再戒 来 各位有没有受过八观再戒啊 有受过八戒的请举手 八观再戒 好 太少了 下回请我们传续法事来传 这个八观再戒 一日一夜的功德 有人问我啊 说师父啊 我一辈子受五戒就好了 我告诉你 佛经写的 你一日一夜的八观再戒的功德 超过你一辈子受五戒的功德 为什么 受五戒 让你有人天福报 不堕落三恶道 但是不相应佛教的解脱啊 受八观再戒那天啊 断除南领淫浴 不能化妆 晚上不能吃 过午不死 相应你出家人一日一夜的功德 出家一日一夜功德有多大呢 二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 享受六十万次的福报啊 想升天立即升天啊 啊 所以各位 坐个车到吉隆坡也要去受吧 我在台湾现在每次传接 都有来自中国的 厂战里面受戒 八观再戒功德太大了 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我顺便讲一下 有一个专门杀羊的叫广儿啊 他每天都要杀很多很多羊 那么有一天啊 他杀完羊啊 一大早杀完羊 经过树下 刚好摄立佛尊者在那边 传受八观再戒 那么他也坐在旁边 想说我今天也可以受啊 我不杀了 他就在那边受了 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过午不死 后来没多久 他可暴了 那人家就问佛陀佛啊 这个杀羊的广儿 到哪里头 他一日下地狱啊 佛陀说没有啊 他正在享受啊 做披杀门天王的儿子啊 跟挪刹做兄弟啊 挪刹就是多门天王的儿子 而且多门天王是最富贵有钱的啊 大家觉得很压抑 为什么杀羊的人升天呢 佛陀说啊 那要问摄立佛啊 摄立佛慈悲啊 传了八观再戒给他 一日一夜啊 消除无量业障 升天啊 所以讲到这个多门天王 各位以后在诵经辞咒的时候 一定要加请 跟我念来 一听奉请 多门天王 因为多门天王最喜欢听人家念经辞咒 如果呢 你在念经辞咒的时候 奉请四大天王的多门天王 所以他叫多门啊 那么他呢 就会很高兴 而且与他八地菩萨的功德顾持你 所以多门天王也叫财宝天王 各位要不要发财啊 要发财啊 你不能说哎呀 我看不起钱 你不要钱是你的事啊 佛陀要啊 我们要钱不是要享受 要钱干嘛 盖多一点佛事 以后十道远佛协会啊 二十四小时请人家吃素 免费的 什么人都来吃了 而且这个素食里面都有我们加持大悲咒 十小时 施己解脱 那你没有福报行吗 你要有很大的福报啊 所以 那你为了做三宝的事情 希望有福报 那你就要多念财宝天王 就是多门天王的名字 然后多门天王就派他的儿子 挪刹 拿着快轮 每天送钱来给你 所以多门天王拿了一只鼠 所以多门天王的咒语 各位也最好能够背一下 来 各位列一下来 żeby andare 那腿 各位回去把它抄上去 我一抄 就罢台 今天没有白来 嗯 嗯 奉备阿修瓦那耶稣哈 一起唱一下好吗 不要观想你家发财啊 就观想整个马来西亚都发财 我们今天在这边做这个发财法会 奉备阿修瓦那耶稣哈 来哦 想想看哦 为别人而念 为一切贫穷的人而念 不为自己 用这个信念念看 来 奉备阿修瓦那耶稣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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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希望各位经常念 乃至呢,写信给朋友的时候 这个人需要发财 那你就给他写个咒语 你要发财,还有两个佛的名号也要念 来,各位念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身如来 好,很放长 这两尊佛啊,一个叫宝身 过去是修不执着的大布施成就 所以念他的名号 你就会发起了大布施的心 去除奸贪心 这样就改变贫穷的命运 第二个就是多宝如来 也是呢,大奉献的成就了 在法华经 各位,我们慈祭功德会 为什么福报都比其他佛教团体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的早课晚课就是念法华经的 法华经就是大福报经典 为什么,大慈悲经典 那里面啊,最有福报的四福的佛 就是多宝如来 所以法华经里面啊,释迦佛跟多宝如来啊 在这边啊,共同的讨论佛法 所以法华经啊,这种功德力 要做立他的事业的时候啊 如果各位要做一个服务立他的事业的时候 多念诵法华经 事业开展 也如在高速公路上 没有红绿灯 这样啊 啊,你会觉得毫无障碍 那读诵法华经 啊,将来圆满福大思维 啊 也很高兴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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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